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莫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说了 完成自定义处理赛神的几个步骤 对吧 第一步配置文件必须指定什么 用户处理的格式 对不对 改成user 第二步就要了解生命周期有哪几部分 一共六个部分 但是咱们六个部分不一定全处理 对吧 然后第三步就将这个六个部分得给PHP注册上去 对不对 对吧 然后第四步就干嘛呀 我们在34大之前对吧 用到这个六个步骤就可以了 我们这几个课就实现这个六个步骤怎么去用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上几个课写的程序对不对 我们把我们这六个步骤打开 这六个步骤对不对 其实这每个步骤里边咱们还没说全 它还有一些参数的 对不对 比如说open开启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现在保存的路径 但这不一定好使 对吧 和名字 赛神的名字传出来 对 我们这两个其实参数也用不到 对不对 关闭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用 对吧 读取数据的时候 你想我们是不是得通过往赛神读这个数组 这个数组是不是得从文件里读 那文件命名按照前边的处理方式 是不是跟赛神明是同名的 对 读取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你当前这个用户的赛神ID传进来 然后读取的时候 你通过赛神ID就能到固定位置下 把对应赛神ID的文件拿过来 把里边内容读取出来 对吧 那同样写入的时候 你也得知道当前用户的赛神ID 对吧 然后找到这文件把内容写入进去 对对吧 然后才写入一个还有一个什么 还得写数据 某里方是没有数据 销轨的时候 你也得知道当前用户的赛神ID 找到那赛神ID就用这个文件 对对 就是这样的 然后垃圾回收的时候用吗 垃圾回收是回收自己的或者某一个人的吗 不是吧 是回收过期的 对不对 但他要知道过期的时间是多少 所以这会有过去的时间 最大的 生命的时间 Time 好吧 就这么几个 那这几个参数呢 我就不答应了 肯定才能传进来 对不对 那我们把每一步骤 这里边我们都需要 清除 你看 既然自己定义 这几个步骤 对吧 对 那我们定义什么呢 首先我们决定保存到哪个位置上 对不对 保存到哪个位置上呢 原来的 咱们是为了不一样 原来是不是在这位置上 对 那改变配置文件之后 改变配置文件 是不是能改变这个位置 嗯 那我现在不改变配置文件 我们就想 自定义 自己找位置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在这的话 自己建一个 Session File文件的一个目录 行不行 那我这块叫做 S 太长了 SESS 就是文件名行不行 文件名现在是空的 对不对 三大路目录 我们这个文件目录留着 再进来 再留一个 现在没有任何文件 就是在这里 我们在打开的时候 三十大是你需要有执行的东西吗 打开 对 是不是咱们不知道说 啊我这个在三十大的时候 或者开启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什么事 对不对 不需要做的事 你就不用写就完了 对不对 不用写 你返回个针 它代码就继续玩执行了 直接反过针就行了 那关闭的时候 咱也不用考虑说 什么时候它的执行关闭 对不对 你不管什么时候执行关闭 关闭的时候 你根本都不用处理 对不对 所以想这不干嘛 对不对 那让它继续执行返回针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最主要的 我们执行的是读取和写入 对吧 我们来先写入一下数据 好吧 看一下 写入一下数据 怎么写呢 我们知道这个SIGID了 我们看一下 读出一下SID 能不能有这个SIGID 我们访问一下 test 测读一下 证明读取的是3GID能闯过来的单位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网纯的路径了 对不对 pass 等于谁呢 是SESS 对 C盘下面的 WMP下面的 SESS 是不是这个路径下 对不对 那这个路径下 那我们的文件名就是SID的 对不对 跟它有关系的 那我们再可以做一个前缀 FI 就是前缀 我就直接在里边写吧 走了文件的方法 更多也不多 对吧 但是呢 我想读取的时候 我需要从哪个文件里读 对不对 写入的时候 我也知道是哪个文件的写 然后销毁的时候 我也得找到位置 这个也得找到位置 所以呢 我们这个位置 既然是全体变量 global 我们是不是都得把它 global一下啊 这个需要这个位置 写入需要位置 销毁需要位置 拉提挥收 还需要位置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先来 看一下写入 什么叫做写入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对吧 咱说了 现在这块 是不是33之前 包含这个文件呢 用自己的处理方式 处理30的时候 咱不就是一个读一个曲吗 对不对 刀路消息 sdsln session 里边username等于 比如说 妹子 这算写入吧 再来一个多个 session 原来怎么写入 你这个应用的格式 没变的 对不对 除非自己定义的一种写入的方式 年龄 年龄等于18 这算写入吧 嗯 这个写入是不是 当前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 对不对 对 如果开启规划 有规划功能的话 这个写入才是写入到哪 是不是得写入到对应的文件呢 对不对 那好 我们现在在这话 是不是得声明一个文件名了 对不对 这文件名在哪呢 pass 对吧 连接 等于 什么呢 可以把三十起个前缀 也叫做 妹子 下个线 可以吧 然后sid 不用起什么后缀名 文的文件 不文的文件 是文件就可以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 把往数组里边放的值 要放到 sid是不是当前用户了 当前用户的这个文件上 如果其他用户有写入的话 那就写入其他用户的文件 对吧 那 这话我们需要用什么写入呢 pp有很多函数写入吧 对吧 反围 file 就反围真 就写入成功是反围真呢 反围真 cntnts 对 写到这个文件里边 然后date内容 那咱们又考虑到 那个date是什么内容 对不对 你看 我在不实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看一下 我输出这个文件名 那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文件名 对吧 输出一下 是不是吸盘问问一下 有 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文件名 对不对 那这个date 我现在是不是玩 在玩这是数组 对不对 那有的说了 为什么数组不把它编成什么格式 在往里写啊 那数组他怎么往里写啊 他又不是字幕串 记住 咱们自定义 session 是为了改变这个写的位置 而不是改变数据格式 对不对 所以你往数组里边放的值 他会自动形成一种 怎么 他编辑好的格式 数据的格式 变成字幕串 类似于什么 json那种格式 字幕串 就怎么 这格式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写入的时候 他自动传递起来 就是一个什么格式呢 date 我们看一下 小心一下 你看 是不是这种格式 对吧 所以我们直接写入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直接写入 在这话 这两个输入 输出我们就不用了 对不对 直接用这个写入数据 看一下 现在 塞成这会有文件吗 没有 没有 我们 我刷新一下 对吧 这是我的塞成ID 是不是建了一个这个文件 那妹子 如果你刷新一下 那这会就会建你塞成ID了 保存你的 这文件就有了 对不对 那我们打开一下 看 看 是不是就写入了 对不对 那有写入了 那我们现在有读取吗 没有读取 对不对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花 我们把这点注释掉 对吧 什么就读取 对吧 对 妹子刚才你生成了 但你没有往里写数据 对吧 我刚才是删除之后你点的 所以你没写数据 对吧 对 然后比如说这个 SES SESLN Session 用户名 User Name User Name 这样就算是读取吧 对不对 然后这样 PIT 下号研 R 到了下号研 SESLN Session 是不是这也是读取啊 对不对 那现在 保证一下 30文件虽然写入了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方法写了吗 读方法没写的 对不对 没写的话就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 我一刷新的时候 没有 是不是空数做好 没有数据 对不对 那我这话随便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用户名冒号 咱必管什么格式 我随便返回一个 不是证据的格式 怎么的 行吗 是不是也不行 那这话如果我返回的字幕串 是 刚才那个写入的数据 已经删掉了 我上这个地方 这里边不还有一个数据呢 对不对 对 你看里边有ID 有用户名和 有年龄吗 没有年龄 对不对 但是我读取的 是不是也只读取用户名了 这种格式 你看 如果是从Session 这个方法读出去的 对吧 外层是双眼号 对不对 双眼号 那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可不可以呢 你看这种格式 妹子 是不是数据就出来了 所以她支持这种 别异的格式 咱不用理解 对不对 那既然是这种格式 反应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同样 知不知道路径 那我能不能 塞加一律 是不是读过写是一样的 对不对 咱前面重点讲 这个路径的格式 对不对 既然知道这路径 路径文件了 那我直接返回谁 file 西文TNTS 那个 get 再往前西文TNTS 里边 到了 谁 file 你看是把文件 直接读取 返回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 刷新一下 这应该是有缓存 对吧 我们这里边再试一下 我先写入一下 对 再读取一下 我们就刷新一下 你看年龄18 因为原来的 没清楚 没修毁 对不对 对 我们这话 重新删除一下 删错了 应该是 这文件 对不对 删除 然后我们 刷新一下 用户名间的18 妹子 这话是前面 有警告 因为是先 三人死大了 就读了一遍 这文件 在内写之前 先读了一下 先读了一下 这个文件 怎么的 会有个警告 但我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没了 对不对 所以为了出现这样的麻烦 怎么的 我们可以在读和写之前 这会加个屏蔽符 对不对 因为先读的话 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会有这个问题 对吧 这是读和写 那什么时候销毁这文件 销毁是不是就删除这文件 那我们同样 知道这个路径 是不是也知道 它也存在三人ID 是不是这个念名 对 那销毁 我们就自己删除就行了 这个到 调用sessiondistory的时候执行 比如说 这话我们这两个 住着调 你看 session i o d s t o i 调用它的时候 是不是执行的这个函数 把塞加一级传进来 我们这话 输出 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文件名 看一下 是不是调用distory的时候 执行它 是不是这个 既然文件已经知道 文件名已经知道了 这话我们直接等到 返回unlink 是不是删除 doll for file name 防止没有文件去删的时候 它出错 前面我也可以加一个评论 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文件 我销毁的时候 看这个文件 没有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不对 假设我这块 再建一些文件 销毁过期的时候 因为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个过期的问题 对不对 垃圾挥收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位置 小心一下 咱让它保存 是不是这样的文件 那 记不记得咱前面学过便利 对不对 垃圾挥收的时候 能够把所有的文件都变得出来 那么这里边可以再复制一些 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多用户访问 是不是 所以这文件是不是会有很多 咱假设 假设有这么几个文件 这几个三个文件 对不对 能只是便利一下 我们在这边有这么多文件 这是最大的一个过期时间 对不对 因为垃圾挥收器 我们要想模拟出这种垃圾挥收器 它调不调 我们直面执行到 我们就需要把配置文件 我们得做一下修改 是吧 php.ii 这是mysafe 拍错了 php.ini 看一下 我们搜索一下session se sls session 看一下跟gc有关的 我们找一下 session 重新搜索一下 这块 session的 再往下 这块 对不对 比如这块 我们是10秒就能过期 20秒吧 对不对 现在这几个肯定超过20秒了 对不对 20秒过期 然后时间比例 我这块是1比3 也就是我三次刷新的时候 就有可能清除一次这个 对不对 然后 然后我们重启下阿帕齐 阿帕齐 这块 server restart 好 重新启动了 我们在这块 在这个里边看一下 输出一下最大的时间 MAX LIFE Time 对吧 我们看看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一次 两次 三次 是不是前面有个20 对不对 因为它是几率的问题 对不对 就说明是不是这次就掉到它了 对 那掉到它的时候 我们在这块 可以使用 先把什么 global拿过来 是不是路径拿过来 因为这里边也得需要到这个路径 下去找 对不对 但是它需要便利的 就是什么 使用这个 4H GROB 用这个 便利什么 便利 PASS 下边的 S 妹子 前缀 西路 所有这个文件 作为 global 把所有这文件 作为一个文件 看到了 前面他们重点讲过这 我就不想说 这个文件是干嘛 对不对 然后输出一个 file 换行 你看一下 能不能把所有的文件 都输出来 这三次 你看 是不是有四个文件 妹流可能你发现有多个文件 对不对 这里边四个文件 是不是都输出来了 那如果我在这块 你看这还在路径的 对不对 对吧 那如果我在这块 直接 这样 un link 删除 $5的话 会出现什么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都删除了 只有拉几分钟 一起都删除了 但是咱们这块 得删除谁 删除过期了 对不对 那过期的什么时候 是过期了 如果 time 当前时间 加上这个 最大的生存时间 对不对 如果不是当前时间 就想做了 应该是 file mtime 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 加上 这个过期时间 如果小于了当年时间 你看文件修改时间 如果加上指定的时间 可能大一段时间 对不对 如果小一段时间 是不是就过期了 过期的 我们就全把它删除 只删除过期的 对不对 那谁不必过期 比如这里边 你看 现在这个是我 现在的文件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属性时间 什么呢 这时间是 修改时间是 55分19秒 对不对 是不是妹子你刷新了 我刷 你刷新了 是不是删掉了 对不对 但是你这只是你的文件 对吧 这个是你的文件 因为你 比如说你现在 我先看一下你的修改时间 现在你修改时间是 56分47秒 对不对 你再刷新一下 刷新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57分04秒 因为 这个函数 只要是你有动作 有34大都会执行 执行它 这里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写入过程 原来三人有数据 就会写入 重新写入 是不是就修改 修改的话 时间就变 对不对 所以你的文件 不会过期 那这就实现了 三人整个的过程 对不对 那如果按照这种方式 实现的话 咱们这边只是了解一下过程 对不对 其实跟我们原来默认的 是个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那有可能默认的比较起来还全 对不对 如果就这些功能的话 咱是不用动的 听懂吧 对 但是咱们写这个 就目的了解一下 三神的实际的生命周期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就在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